大家好,这里是汪哥说电影,我是汪哥 我们今天继续来看电影《梦时夜》里的第三页《孩子》 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炎炎夏日 夏天的时候正是吃冰的好世界 街上来了一个卖冰的人 孩子们都十分欣喜 但嬉闹的声音却让作家夏日灵感全无 他感到十分烦躁 还把这种烦躁怪在妻儿身上 妻子说,你不是也有这种童年吗 应该要体谅孩子才对 而这让夏木陷入沉思 他已经想不起来自己的童年是什么样子了 最近他还常常做一个梦 梦到妻子因为没办法生子而跳河自杀 原来妻子十年前第一次流产后 就开始神经衰弱 曾经自杀未遂 虽然现在妻子已经怀上了第六胎 但他还是十分担心 妻子告诉他自己小时候 经常去山上看地藏菩萨 一次不小心弄断了一个菩萨的头 但他害怕地逃走了 第一次怀孕时 经常梦见那尊断头菩萨 所以后面流产了 前不久 他再次梦见了断头的地藏菩萨 但他梦中把断头安了回去 所以妻子相信 这个孩子是第一个孩子的转世 而且一定会成功出生 很快第六个孩子出世了 晚上那个孩子哭闹个不停 夏木为了安慰哭闹的孩子 背着他到田间行走散步 哭声渐渐消散 夏木心里确信背的就是自己的孩子 但不知为何 这个孩子变成了盲筒 而且在看不见的情况下 还能知道他们的位置 夏木心生恐惧 直觉自己背的是怪物 打算找个地方 悄悄把这个孩子扔掉 背上的孩子却开始怪笑起来 还一路指引着夏木 走到了地藏菩萨面前 夏木慌张地数起了十项 背上的孩子告诉他 不用数只有六座 但夏木却发现有七个菩萨 孩子又开始说反正有一个会坏掉 果然其中一个菩萨当着夏日的面就断了头 背上的孩子又指引夏木往前走 夏木此时已经开始冒冷汗了 他迫不及待地想要把孩子扔掉 却一直在按照那个孩子的指令往前走 一直走到一片空地时才停住 地上有一块黑色的石头 夏木看到这里已经明白了 原来背上的孩子不是他的孩子 而是他在二十八年前的夏天杀死的一个少年 这个孩子化作一尊石像来向他讨债 但夏木把背上的孩子撂倒 一看那少年时才发现 竟然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 原来那个少年就是他自己 使他亲手埋葬了自己的童年 惊趣之余夏木从梦中醒来 夏木根据这个梦为灵感将他写下 这时妻子突然走进来 夏木抬头看到妻子的运渡 想到这个孩子的转世 将会伴随着他童年的消失 夏木不禁担忧起来 童年对于我们来说仿佛是伊甸园 里面充斥着懵懂和美丽 而我们每个人又都是杀死自己童年的凶手 但这种成长是无可避免的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希望每个人都不那么早的成熟 多去体验一下童年的时光 好了 喜欢我就关注我吧 咱们下期再见